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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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明德 早安 那我們今天要去屏東的神山騎腳車 那我們這次呢是參加VZone的約起 那行程呢是兩天一夜 所以我們這次這支影片除了會介紹屏東神山的路線之外呢 我們還會介紹這兩天一夜下來的行程啊 住宿啊 吃的東西啊跟景點 對 然後現在是早上五點 然後我們的部級車也都準備好在那邊要接我們的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走 好現在時間是十點半 那我們在萬金色谷店這邊換了衣服 然後準備要出發 對 然後它這個是十九世紀建造的教堂 然後它也是三級古蹟喔 這個是從清朝時期就有的 那算是當地的信仰中心 那現在今天好像也有在做禮拜這樣子 對今天也有在做禮拜 算是台灣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堂 是有蠻漂亮的教堂 是蠻漂亮的 然後聽說在這邊啊 在每年聖誕節的時候 都會有很盛大的遊行活動喔 那我們剛才下車的地方呢 可能是在這個Seven 那如果說來這邊其實要換車衣啊 這邊是有廁所 喔很豐盛耶 哇 我來這邊有什麼爐廳 牛仔 花生 莎其馬 花生酥 香蕉 水果 餅乾 好豐盛喔 這裡還放了一個冰箱 可樂 還有什麼 有水 冰水 還有瑞布 對 我們還沒裝水 還有麥香 還有獅子巾 還有獅子巾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從盛門變37 然後會騎到北大五之門 然後爬升是700多 那距離是28 就是前面看到那座山啊 對喔 在平庸這邊騎車蠻舒服的 因為沒有很多的汽車跟你爭到 還不錯 確定 而且今天涼涼的啊 今天沒有很多 好那我們現在出發時間是10點54分 那我們預計上去再下來大概下午一點的時間 然後會回到金石咖啡休閒燈場 一過了這邊就有部落的感覺 看場景 是一個原住民部落感非常重的地方 一開始就是一個長斗坡 跟錯團的嗎 對啊 第一次來這裡騎車 來平道騎車 感覺怎麼樣 很新鮮 對就是北大五山裡 百月 等一下騎山居然可以拍一個百月喔 對 都快這麼遠可以下來 這裏路上一直上坡耶 完全都沒有平路讓你休息 讓你的腳休息 呼 還好有補給車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準備上車是不是 等一下就可以去吃補給囉 現在騎了五點多公里 然後爬升快要300 然後這邊的波度都是11 12% 前面兩位還能邊騎邊聊天 可是兩個比較快 瑞莉亞 蛤 這裡的波抖到旁邊的車子要抄我們 都很吃力 真的 我們明明很慢 我聽到它的引擎聲 就知道這個貨有怎麼抖 我感受到我們這一團跟五嶺 上次那一團的差別 今天比較友善的引擎 你說可以上車 我說它是五嶺就有難過 我看你們和低沉這樣子 我就趕快一翻就行了 花生糖 謝謝 謝謝 那是觀山的喔 司機大哥還幫我們準備了很多的補給 它還有這個花生糖 我們騎37分鐘而已 對 6連9公里 還有水果 嗯 好開心 還好開心 還有好熱步 塔塔安休閒站 還有好熱步喔 來 你的補給瓶 對 好在嗎 對 應該要放在那邊 好我們現在繼續出發 還有7.7公里 還有7.7公里 好 走 走 開心玩 開心玩 剛才正想說過 我們剛才休息的地方之後呢 就會有一段比較平緩的路 結果就來了一個超級大陡坡 喔好高啊 你怎麼突然加速了啊 有嗎 有啊 沒有吧 有 我只是想這裡再拍 我們還騎過來 快很多 我們現在423了 過一半了 好 現在12點26分 好 騎到這個大陡三隻馬 YES 騎了一個小時三四分鐘 對 這一艘路一開始啊 就是緩上坡 然後到中段的時候 它有幾段是平路 然後跟一點點的下坡 然後到後段的時候 它又有一個緩上坡 很長的緩上坡喔 那時候他們都騎走了 然後我就一直看後面 我就一直看後面 Emmy來了沒 Emmy來了沒 然後你們都騎走了 我就 我的目標在哪裡 後來我就騎一騎 欸就到了啦 對 然後就看到這個後門 就到了 然後有幾段 它是產業道路 對 產業道路你跟 好那我們現在來這間咖啡店 休息一下 就在大五三隻門旁邊 這間咖啡廳 Emmy你看登山卡 就是在這裡走路就可以 對啊 我剛剛還以為他沒上卡 我就想說 欸我這個有 很多人也以為我們沒上卡 對啊 它這裡就是有一些咖啡啊 飲品啊 然後還有一些原住民的食物 它這裡的餐點要先訂 所以我們就點了咖啡跟小蛋糕 後面這些餐點是要預訂的 看了我都餓了 好那中午我們來萬卵這邊吃林家豬腳 這一間 這邊有林家跟隔壁那一家 對 朋友推這一家 然後他們吃過的時候這一家 哇 它這裡的菜色呢 就是除了豬腳之外呢 還會有一些一般的熱炒類 炒青菜啊 然後這種炸類啊 炒飯炒麵啊 湯類也有 和菜 哇來了 哇 豬腳是一定要來的啊 哇 一隻 一隻 好大隻喔 好吃 豬 感覺就很Q 我們來吃吃看 嗯 很Q耶 好吃啊 它這醬很好吃耶 這豬腳啊 它是滷過之後呢 然後放涼 然後再冰鎮 這樣要讓它肉質會緊實一點 這樣就不會很油 對 很好吃 嗯 配這醬也很好吃 不用配醬也很好吃 下一道是花生豆 客家菜 客家菜 這次呢 花生豆 膜喔 它顏色 所以它會紫色的 要不要吃啊 吃完了豬腳之後呢 下一間 就在隔壁 要來吃冰 不賣 正反映我們是出來 我們現在量度還沒消耗 你就吃了一大堆 那也還有愛玉耶 點了一個芒果 然後它這上面還有一個小餅乾 鳳梨啊 鳳梨餅乾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吃掉 你會怎樣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還沒拍照耶 就把它吃掉 好吃耶 趕快用先吃 吃完是 好吃 我覺得它芒果呢 有那種芒果乾的味道 對 滿香的 然後芭樂呢 是那種熟的芭樂的感覺 芭樂 好吃 芭樂的味道 這整條真的都是賣豬腳的 而且好熱鬧嗎 呃 難怪是豬腳一條街 真的耶 不知道的耶 不知道要是哪一家 我等一下可以去豬腳 帶在後面當神奇 哈哈哈哈 太多了 好香熱喔 我們現在在 里那里 旅遊客中心 哈哈哈哈 這肯要玩幾次 哈哈 然後我們現在要往 馬家旺富海那邊前進 然後剛剛已經有一小段的滑坡 很累 然後還有異常穿的冰 累累 走走走 我們去那間全台灣最難定位的餐廳 對 去看看走 哇 好漂亮的一間店 哇 好潮的感覺 在那間最難定的餐廳 旁邊呢 有一間 小米甜甜圈 哇 這烤肉也很好吃的樣子啊 等一下 就在炸耶 你還吃得了嗎 哇 旁邊這間烤肉看起來也好讚喔 超讚的 超讚的 超讚 這樣子烤 超讚的樣子 好啦 你們去騎吧 我在這邊吃好 欸怎麼樣 哈哈 繼續吃 繼續吃 這樣旅行就是 吃吃 小米 哇好燙 嗯 外面很脆 裡面很Q 好啦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 騎上美加旺夫崖 馬加旺夫崖 喔 騎上馬加旺夫崖 對 不是美樂加 現在是五點了 距離七點五 預計騎一個小時 好的 這段路呢 一開始進來就11% 好累啊 人家是加重檔 往前衝 我是變輕檔 這裡感覺是那種 原住民的練車路線 原住民不用練 他們運動這麼強 剛剛有經過一個岔路 然後往左邊走 接下來呢 就沒有岔路了 我跟Amy在這裡上車了 因為實在是太黑了 然後剛剛又有一個標示說會有熊 在這裡出現 所以我們還是上車吧 對 這邊還剩下4.2公里 到旺夫崖 我們上去找他們 對 GO 現在時間是5點36分 然後這邊天已經完全黑了 好 因為 美樂他們沒有帶頭燈 所以 他們就先上車了 還有1.6公里 800公尺 夠夠 剩下多少 到了到了 哇 回家 這條我覺得蠻好練的一條路線 其實